FACEBOOK 好人 思宜 BLACK仔 玩游戏 輕輕鬆鬆 開飛機 健身 陳秉玲 97後 義勇軍 有子女對我最大的影響 反而是我 在我工作上會勒住 因為我不想說 因為工作佔了我90% 我只剩下10%看他們成長 子女和父母 其實大家都是半世緣 她看不到我的童年 我不會看到他們的老年 所以反正應該是好好珍惜 那半生在一起的時間 比我出名一點 做多些事情又怎樣呢? 我會犧牲自己四個子女 成長的過程 我又很開心 現在我當然可以回顧一下 因為我的子女都已經十八九歲 二十幾歲的都有 沒有錯過他們 一刻的成長 這一點我覺得很驕傲 我開辦一個教育機構 希望可以給家長有一點啟發 覺得是 小孩子應該和有權 是要有空的 你不要覺得有空是一個罪 現在很多家長覺得 看見自己的子女有空 第一 他會覺得自己有序 第二 他覺得子女也有序 自己有序 是否安排得不夠好呢? 是否安排得不夠頻密呢? 是否他還可以學多些東西 用多些時間呢? 子女有序 就是你沒理由可以睡在梳化上看電視的 你應該是一定 這一刻你是在做事 那我開辦一個教育機構 希望就是給家長有少少這方面的啟發 就是他們其實需要 根本是也有權利去享受 一些 透氣 回氣的時間 我給自己子女 回氣的時間 都多的 我就很抵得他們呢 是躺在那裡發白日夢的 我覺得小孩子應該要發白日夢 因為發白日夢的時候 其實他都在組織著 他應該怎樣呢? 他應該是要 怎樣去欣賞身邊的事物 怎樣跟朋友的相處 怎樣跟老師的相處 怎樣應付學校的課本呢? 就是每一樣東西 其實是 都是要全面去應付的 不是單單是課本 或者成績上面的ABC 所以我就很接受到他們 讀書中上 中中頂頂中上 我覺得已經很滿意了 根本不實用的生字 是沒有意思的 正如我看我自己的子女 他們當初學的英文 十個字有七個字 是我這一輩子 即是我暫時都55歲人 是我這一輩子未用過的 那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我不覺得我接下來 剩下半輩子會用得著 那反而是 對他們來說 是不必要的難度 我遇過一些經典的怪獸家長 我想都是很普遍的 就是譬如我們舉辦一些 小獅子比賽 這樣才算 那可能那個同學出來 他已經是表現得很好 但最終他拿不到冠亞櫃 那就在後樓梯 就不停指著那個小孩來罵 這種家長 我想是很普遍的 但是正正我們舉辦一個比賽 我常常強調一件事就是 他要學會 不要只是拿冠亞櫃 即是他要學會去享受比賽 去享受大家在台上表演那一刻 而不是單單是著重拿冠亞櫃 不單止小朋友要學會 家長也要學會 這種怪獸家長是需要慢慢去感染他們 家長難教還是小孩難教 家長會難教一點 因為家長已經有一套先入為主的觀念 再加上一種羊群心理 你回到學校的時候 周邊的家長 個個都幫子女改功課做功課 個個都幫他們做一些project的時候 你會不會不幫 你不幫你的子女 就真的出來 就真的低人幾十等 變成這種羊群心理是會影響到的 雖然在我教學中心 可能我家長 哎呀好啊好啊 贊成啊 但出回去呢 是可能隨時變回另一個人 那但是 正如我說 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要慢慢去感染他